在天上睡了半年 回到地球上睡得着觉吗 刚回来的时候 到了地面往床上一躺 不论那个床有多软 都各的 在这个空间站生活 最让人 最能想起地面的生活的习惯 就是喝水 大小便 早晨起来洗脸 运动之后洗澡 那是在地面上 我们认为最常规的东西 是在天上 最怀念 最想念 完了又实现不了的东西 所以说经历过六个月 不能空快地洗澡之后 回到地球 那必须得好好冲洗一下 泡一泡 舒服吧 舒服 然后我记得指令长说 那回去 提前再返回前 就给地面预约了 我还要要个错澡的 那你第一次去喝这个再生水的时候 什么感觉呀 可能大家对这个再生水的来源 是汗也 甚至尿也生成了 多少心里有些 个瘾 顾忌 对 真的有些个瘾 很正常 其实早期我们心里也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也没问题 都是通过重重过滤 层层把关 最终检测合格的水 而且这些水呢 是 都是达到饮用水标准 甚至是远远优于这个饮用水标准 经常他们神十二开玩笑说 上面有我们好多这个再生水 给你们留下的 你们好好 品一品 对我本身来说 最大的一个差别 就是上一次我没有孩子 这次有女儿了 当天我确实也看了一下 找了一下 穿个粉红色的小衣服 在喊着妈妈妈妈妈 那会儿我听到之后 我看 我其实只看了孩子一眼 然后我就把目光收回来了 为什么 其实看了一眼 我感觉自己的眼睛 立马就 眼泪就出来了 那会儿 确实不太敢多看 因为我觉得 怕有更多的牵挂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